我想問就是941 他說有百里幾息 現在入入會不會太遲 怎麼看它的估值呢 之前也說了5G抗議 有會A 然後還有沒有什麼炒作呢 可不可以賺息賺價呢 我覺得如果你說純粹是長線收息 這些位置都可以買 我想就不是太擔心的 雖然這麼說 你局價位對比之前可能50元以下 就好像買了幾個多元 但是剛才提到你用一個長線收息的角度 還有長期來說我想中二黨股價相對算是比較穩的 不是一個很大波幅的股份來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風險來講真的不是太高的 因為始終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講真句 雖然價值升了很多 但是論股值其實它還算是很便宜的 都是百倍到的PE 與其都是百倍以下的 連帶了額色 其實仍然有6、7、8厘 甚至會將來也預算有機會加牌食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從長線的角度 純粹賺價的角度來算 絕對是可以留意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說這樣的策略 就不要一注買了 因為你都是負長線 變成你這些位置可以先買一個 如果真的落去起碼50元邊的 才慢慢再加 這樣會更加靈活度高一點 以长线来说,当然这一转可能有很多趋势 都在短线股价反映了不少 刚才观众说,回A,有回购,有加派息 这些都可能在股价上炒了一部分 但以长线来说,业务面相对的增长很稳定 在内地电讯内 以来,之前回A之余,拿到的钱 都要再丢回到一些不知相关的基建投放里面 我想这个也会有利于长线的盈利增速 再轻轻拉返回一点点 所以拉返回一点点的时间 而股价如果有机会再提高一点点 不要说多了,当然太多也没可能 但如果去到近10倍左右 其实也意味着股价是有很不错的上升空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回到中长线 慢慢可以考虑到这位置都开始吸纳